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提起谭松韵,相信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一步紧一之下,让大家对谭松韵的演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这个90年的娃娃脸女孩,自己优秀的演技 挤入大众的眼线,并流入深刻的印象,并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现在的谭松韵也是吃手可热的小话蛋了 电视剧《锦心似玉》官宣,男主是大家喜爱的初代天涯似美之一钟翰良 女主则是靠古装剧起身的不老幼泰甜妹谭松韵 通过对剧情的了解,这部《锦心似玉》想必会把重点人物角色放在女主角上 所以这对谭松韵来说是一个挑战,但网友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心 因为从锦衣之下中,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 原今夏也深受观众的喜爱,和人家伦合作起来也很有默契 从这部戏里我们也能看到她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早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钟翰良和谭松韵两人就在微博互动 还发布了新剧的海报在照片中 虽然说谭松韵凭借一张娃娃脸拍戏收获的男生是不少 不过当听到谭松韵和钟翰良合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惊讶了一跳 之前谭松韵合作的男生都是比自己年纪小几岁或者是一样大 再就是稍微大几岁的 不过大16岁的还是头一次见 钟翰良的颜值就不用说了,一直都在线的 古装男神的封号也是一直都有的 不过最近钟翰良很少出演古装剧了 多数都是现代剧 而且两年钟翰良也没有再拍戏了 因此突然看见钟翰良新剧,大家还是蛮惊喜的 最初认识谭松韵还是在最好的我们,那是因为谭松韵和浩然弟弟是同龄人 那满脸的胶原蛋白还有青色的小表情 一看就是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小花 但其实她已经出道有好几年了,一直都没什么名气 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 而且她是1990年出生的,要大浩然弟弟好几岁呢 一点都看不出来吧 直到出演这部剧,谭松韵才慢慢的进入到大众的视线中 在今年出演的锦衣之下,更是颠覆了关注对她的认识 将剧中《圆巾下的可爱灵灯》诠释得非常到位 也凭借这部剧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都说谭松韵长着一张童颜,看起来特鲜小 没想到钟翰良的颜值更是耐大 她那精致的脸怎么能看得出她已经45岁了 重点是她还参加了《这就是街舞3》搭上队长 这一期的街舞真的是很有看点 四位队长里面,有三位是接受过韩国练习生的终归训练而来的 张艺金,王家傲,王一博可以说是相当有实力 还同时拥有超高人气的偶像 这些年大家都是看钟翰良演的戏比较多 看到他参加街舞的时候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啊,钟翰良还会跳舞,他不是演员吗 是的,他这些年的主要重心都放在演戏上面 但是他曾经也是一名舞者,给张国勇,梅艳芳当过伴舞 他对于舞台特别热爱,还会现代舞,芭蕾舞等很多类型的舞种 从定庄海报上来看 钟翰良饰演的徐令仪,温文尔雅,色脸相当霸气 谭松韵,请笑得意,看起来非常有个性 总的来说男的帅,女的娇 而钟翰良一直以来的流量也还是不错 最近又加盟了,这就是街舞3 作为队长的霸气,也令他吸了一大波粉丝 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呢